杯蓋調味品 櫃子上一應俱全 在日本超商想喝咖啡 結醬只要買杯子 接著一切靠自己自助處理 想喝多甜 就連焦糖醬也能DIY自己家 但這種模式如果引進台灣 真的可行嗎 客人會自己 就是他可能點一杯 然後他就會去旁邊按 然後可能按了兩杯 甚至拿自己的杯子來裝這樣 應該就會像Costco那種狀況 可是很多人都會去拿很多洋蔥 可能真的還是會有人想說 我先倒一半喝一喝一半 然後再去再去家 民眾保持懷疑心態 就是擔心像美食賣場調味洋蔥和飲料 被大量取用的亂象再度出現 然而其實已經有超市業者 大膽引進自助咖啡機台 結帳領杯子接著走到一旁的機台 只要一個按鈕熱騰騰的咖啡 就大功告成想喝冰的也沒問題 超市業者從去年開始 是效仿日本推出自助咖啡 但就怕有消費者過度取用 自有一套預防措施 需要糖包奶精嗎 要 要各幾個 多一個就可以 好 和日本自行取用不同 在台灣想要糖包奶精 得向店員鎖取 一旁也有力排提醒自助咖啡 不提供續杯 溫暖的陪伴每個人 除了賣場 無人超商同樣採自助模式 部分商權和學校門市 也已經開始失敗 若未來擴及全台 是否會引發亂象 還得端看消費者的自治能力 接著樣子 叫王富民台報道 好